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焦之芳 我是张淑娟 欢迎收看今天的 十全十美 我们东森有个宽屏的网路 宽屏的网路上 上面常常会有一些观众 来看看我们在东森电视台 究竟有哪些的节目 对 那我们十全十美一样 在上面也有个小小的网站 那我们得到了最多观众的写信栏 或者是上网来告诉我们的讯息 都是希望得到我们的食譜 我觉得是蛮好的 不是 因为其实你看这种烘烘节目 你就看半天就很想做 那你真的去哪里找这些冥师 又不可能有时间去学菜 那如果有食譜就可以很方便 不过我们除了您跟我们要的食譜 还记得就是我们也希望 观众留下宝贵的意见 可能你可以去哪里 吃到什么好吃的 记得留给我们 这样我们可以再介绍给 好看的道菜 这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跟观众朋友 造成一个彼此互动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推荐大家 究竟什么样菜好做 您可以在家里面实际烹调一下 哪些餐厅 哪些地方有好吃的东西 你可以实际去品尝一下 更希望你也告诉我们更多 你觉得什么菜你想要学 或者是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哪里有什么好康的东西 赶快告诉我们 我们在节目里面 告诉更多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师傅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好吃的东西不一定复杂 所以好吃的东西 其实是操作料理也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在国宾饭店广东厅的正言级师傅 他的功力已经31年 非常高超 写了21本书 如果你有任何的兴趣自己去书店买买 都是他的书 而且他的菜都不重复 今天我们赶快请我们的大师傅来 他的师傅的菜非常好吃 什么样人家新度的料理 我们两个都需要一碗白饭跟西饭来 欢迎师傅 来 欢迎郑师傅 来 郑师傅你好 来 郑师傅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说这个郑师傅的功力非常好 今天的轻轻的出手 听说是一道客家小炒 而且还有一道是台湾料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像这道螃蟹是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华蛋炒蟹壶 华蛋炒蟹 华蛋不是一个广式料理 华蛋牛肉粥啦 或者华蛋牛肉饭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吃的那个蛋的功能呢 是希望柔滑状的 而不完全是站在广东菜的那个什么 华蛋粥啦 华蛋饭上面 不是这种 所以不同的立场 对 不同的立场 但是另外一道菜蛮别致的 师傅说这道菜是客家菜 对 叫什么名字 香根芝麻菇 香根芝麻菇 我们从哪道菜开始先下手 我们从那个螃蟹好吗 好 好 来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华蛋炒蟹壶这道菜 所需要的材料究竟有哪些 我们买了菜市场的两只花蟹 然后把它处理好 放在这边备用 另外呢 需要芹菜 芹菜我们把叶子掐掉 需要芹菜的梗 这里还要有一块姜 三个鸡蛋 另外这边是碳白粉 高汤 胡椒粉 鱼露 以及一点点的麻油 以上就是制作 华蛋炒蟹壶这道菜 所需要的材料了 所以芹菜把叶子去掉 对 把叶子来给去掉 那么挑的时候呢 芹菜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肉眼观察 它这个本身的一个纤维啊 如果说很光滑状的 那么这个势必很嫩 很嫩 如果说很多的一个粗纤维 看起来 零零角角 对 零零角角多的话呢 可能就会比较柴一点 咬起来带似 对 要特别留意 那我们切的时候 这个芹菜切的时候呢 有尾巴朝前头切 有尾巴朝前头切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了 因为我们炒花蛋了 这个时候芹菜的功能 不在于爆香 在于提鲜 在于提鲜 把它味道给提出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需要选择 稍微嫩一点的芹菜 嫩一点的部分 是 是 是 如果我们喝什么鱼丸汤啊 对啊 对啊 撒一把这个芹菜花在里面 对 对 对 老一点就没关系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这时候这个芹菜 是非常的助角 对 对 对 切好了以后呢 不必量不必太多 那不必太多 那么姜呢是一定要的 因为通常的螃蟹呢 可以没有蒜 但是不能够没有姜 这个倒是蛮重要的 去腥 而且最主要呢 因为螃蟹它是比较属于 韩性的一种食材 韩性的东西 对 加上一些姜 姜是属于这个热的 比较燥热一点 那像师傅 像这道菜 我们今天看到这只花蟹嘛 是 是 那平常别的螃蟹也可以做这样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么最主要我们今天用这一个 花蟹做材料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一个周期 对 花蟹会特别漂亮 你如果去富士渔港吃的话 哇 好好吃 对 对 对 新鲜又美味 对 对 那事实上 它的价钱也是蛮中庸的 你也可以用好一点 用什么大甲蟹啦 什么都可以 是 但事实上我们有些时候 不需要这个样子 价廉物美 对 新鲜 对 那最主要我们是品尝美味 切的时候呢 我们切块状 切块状 那这边有一个诀窍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 钳子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角翅 对 这个是特别要留意 我们用刀子的稍微把它切掉 这个很重要 就跟玫瑰花去拔刺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必须要顾虑到 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呢 假设有一些口腔反应 比较迟钝的 小朋友啊 或年轻 年幼的 对 可能会刮伤了我们的嘴巴 是 是 在吃螃蟹的时候 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对 对 那么刮掉以后呢 轻轻拍一下 尤其现在还没煮 还可比较轻 是 那脆 如果你煮熟了又很难包 会刮到 所以把这花蟹处理过之后 对 处理过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下锅了 在下锅的时候 对 下锅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三个蛋 好 三个蛋呢 首先我们也是先把它 把瓦斯鲁打开 好 好 来 瓦斯鲁 请我来处理 好 谢谢 蛋的地方全用吗 还是只要 蛋全用 全用 全用 所以三个鸡蛋 对 三个鸡蛋 那么这个鸡蛋里头呢 我们放一点点的盐巴 就可以了 好 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全蛋 先把它倒好 我们今天之所以来炒这个滑蛋的重点呢 我们不要在锅子里面加热 我们利用我们炒熟的这个食物的温度 是 把蛋给倒熟 所以就是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卸水 所以蛋不是直接下锅 不是直接下锅 它会让螃蟹的热度来倒热 对 对 让螃蟹的热度把这个蛋给倒熟 所以我们称滑蛋的鱼 因为跟一般广东菜的什么滑蛋粥 滑蛋饭不大一样 意识也不同了 对 我这道菜等于是台湾小吃 台湾小吃 对 台湾小吃 台湾料理 那么这道菜呢 非常地好吃 尤其是在入秋的时候 那么有一点点那个 小酒品尝一下子的话 那个感觉非常地棒 是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呢 一般海鲜类下游锅的时候 温度都要偏高 大概要几度 大概80度左右 对 海鲜要偏高一点 左右是什么 最主要是海鲜类的东西 它水分含流比较大 不像肉食 肉食的水分少 那么这个水分大的时候 如果你的油温不够的话 下锅 它很容易有一种迷腐的感觉出来 好 美南话又吃起来暖和了 散了 不要暖和了 对 肉也不扎实 那么现在下游锅 下游锅 好 温度高了一点 炸的时间了 我们差不多炸了差不多10秒钟 就可以捞出来了 10秒钟 好 可以 给我一个漏条 好 这个可以吗 好 可以 可以 没关系 可以 好 对 好 谢谢 好 大概10秒钟左右就好 油温相当地高 看到这个壳了 变红了 壳变红就可以捞出来 你看看这个水里头 你看多少的水在里面 是 炸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叉叉叉叉叉 对 对 这海鲜比一般的肉的水分高 对 所以你刚才油温不高的话 好 油温如果不够高的时候 你一下去 这个螃蟹的肉整个会散掉 整个会散掉 所以就稀稀糊糊的 不好吃了 不好吃 口感就不好 好 那现在我们把火调小一点 火小一点 利用锅子残留的这个油 把这个姜末 姜末倒下去 倒下去 先爆香 好 爆好香以后 好香 对 好 螃蟹下来 好 那么泡一下子 泡一下子 如果观众朋友 这个手劲不够的时候 可以用铲子来炒 没有关系 翻炒一下 对 弄好了以后 我们加一点点的那个 需要什么 高汤 高汤 一点点的高汤 如果自己没有做 用一般的鸡汤 高汤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加进去以后 我们调味道的时候 调一点点的鱼露 鱼露 鱼露 好香 鱼露也是一般买到鱼露就可以 对 一般的鱼露就好 千万不要用盐巴 千万不要用盐巴 盐巴的话会怎么办 不是 盐巴的话当然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它的纯度来讲的话 没那么香 没那么香 而且 比较稀 很呆一点那个咸味 还可以吃 海鲜还是用鱼露来调底 比较好一点 对 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个很容易就熟了 我们大概差不多 焖个差不多三五分钟时间 好 我们现在眼睛看着它 差不多 快要收胶值的时候 现在来 把它焖 焖一下 对 焖一下就好 稍微焖一下 焖一下的 好 那我们准备一点点的 那个太白粉 这个是勾芡用的 我们现在勾芡的时候 大概太白粉跟水的比例 一对四的量 一对四 好 你刚刚讲一大匙的粉 我们就四大匙的水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浓度 勾好芡以后 它非常漂亮 才不会感觉 好像煮出来以后 不是 那个粉球 没有办法终于浓解 是 会有结块 会有结块 结得很透明 一块一块的 对 这个很可怕 反正也不可以暖暖 也不可以结块 对 对对对 太白粉一比四 看师傅操作过程 才知道自己煮 要煮到什么程度 比较重要 对 让你自己煮 那现在好了以后 我们都没有放位数 就是一点点的太白粉 好 好锅 那么看一下这个汤汁 它就变稠了 你看它就变稠了 变稠了 很自然地去收水 好好看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蛋给倒进来 用螃蟹的温度 把蛋直接倒在这个炒热 炒熟的螃蟹上面 对对对 完全正确 好 那么现在火不能大 也不能大 小火 对 那我们要为什么讲糊呢 最主要就是说 吃起来黏滑 它不会伸水 对 好 那么现在注意看 我现在一点油都不放 好 火关掉了 不理它 大概十秒钟的时间 它慢慢会凝固 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芹菜末 芹菜末下来 好 一点点的麻油 颜色漂亮 对 完全正确 一点点 好 就可以了 量不要大 好 好 那么上来以后呢 很漂亮的一个糊糊的东西 你说它没有汤 它有汤 可是它的感觉是由蛋来贡献 是 是 又营养 对 非常的棒 其实我觉得烹饪的学问 真的非常大 你走入厨房 发现要学的东西好多 对 好 那这个锅底 比较硬一点的部分 就不要了 就这么简单 一个炒螃蟹 有蛋 那么吃的时候呢 本身蛋的一个甜度呢 可以贡献很多的 一个鲜甜的汤汁出来 都滑螂吧 感觉非常 这样子的滑蛋 是用蛋直接倒在螃蟹上面 对 所有水分 也有水分 滑滑的 但是呢 它不会汤汤水水的 而且又很清爽 也不会暖暖 滑蛋炒蟹糊 滑蛋炒蟹糊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花蟹切成块 然后放入油锅当中 炸 约一分钟之后 捞出备用 接着我们将姜末爆香 然后放入炸好的蟹块 一起拌炒 接着再加入高汤 焖煮大约三分钟 然后加入调味料 等到汤汁收紧之后 再在蟹上头 淋上三个蛋花 最后撒上少许的芹菜末 就完成了滑蛋炒蟹糊了 我们继续的下一道菜 下一道菜 来 我们来看 下一道菜这个香根芝麻菇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香根芝麻菇这道菜 所需要的材料究竟哪些 我们先准备了香菇 然后把它泡软之后 剪掉中间的地 然后放在旁边备用 这边我们需要有九层塔 还有蒜头 其他的呢 这边还有白芝麻 白醋 粗的砂糖 酱油 太白粉 以及一碗的水 以上就是制作 香根芝麻菇这道菜 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先提到这个香根 最主要是两种香菜的根 一种是远须 一种是九层塔 都可以 看自己喜欢哪一种 对 对 那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 这一道是属于 比较类似于这个客家口味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九层塔 那事实上的九层塔 也蛮补的 蛮补的 所以比较粗的梗 把它掰掉 粗的梗掰掉 我们要叶片就好 那量的不需要太多 好 量我们不需要太多 来 可以 那现在就把它切碎了 九层塔的叶子 对不对 或者是你喜欢吃盐水 也可以 对 就用盐水 对 把它切碎 好香 现在还不香 等一下炒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种感觉 深深的闻起来都已经很香 炒起来更香 对 那种感觉很棒 有很多食材本身的香味 实在是 像刚才切这个芹菜末 芹菜末的香味 对 现在切这个九层塔 九层塔的香味 对 所以真正我们再做一套菜 好的菜 出来以后 每一道菜的色泽 它的口味特性 它的一个原味的特性 都要不一样 你还保存原味 对 这个是比较 稍微值得用心的地方 不过像郑师傅 你在教学过程中 你应该也会强调这一点 会 因为真正所学的精髓 所以就是在我们强调的这个部分 那么蒜末 它处理先把它切片就对 对 切片 我们还是切细末状 好 切细末状 因为我本身在处理蒜末的这些东西上 我在做香水 他喜欢用切 不喜欢用拍 不喜欢用拍的 因为拍的感觉看起来很脏 很脏 那你像我们这种 你就直接切片再转切丝 切丝再转切末 很均匀 这边一个动作下来 20秒钟 你可以弄得相当好 干净又俐落 像这香菇回来也是泡水 也是泡水 用温水或热水都可以吗 最好是用冷水 冷水 对 因为这种东西 干的 你如果用温水或者热水的话 那么势必它有些养分 会流失掉 不可惜 对 蛮可惜的 那么用冷水的话 让它自然受潮 自然受潮 除非你赶时间了 对 那么一定要用干的香菇 新鲜的香菇还不好 新鲜的香菇的话 可能它的 没那么香 没那么香 而且Q度也没那么好 我们吃起来QQ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反而是干的香菇 比新鲜的香菇来就好 对 你摸起来好像有点橡皮糖 QQ的这样子比较好 香根我还以为是香菇切成 一根一根的 就后来 给我一个盘子好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讲法 好 我们现在来 你非常溜的一个动作 没错 好厉害 还以后半出身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永远不是太善 好来 现在香菇弄好了 以后我稍微把锅子 先热一下 那么我们有一点点的 这个白芝麻 一定要先干炒一下 这个时候 这道菜 还不可以用这一个 麻油 不可以用麻油 一定要干炒 我们用白芝麻来带香就好 干炒原因是爆香吗 爆香 爆香 那么最主要 它不油腻 可是有麻油的香味 好 好 所以说爆香 它可以不油腻 但是有麻油 对对对 那么我们用的火 后来不要太大 比较温和一点 大概爆到什么程度 要爆到呢 你站在这边的时候 会闻到芝麻的那个 那个麻油香味出来 然后颜色呢 橙金黄色 把白色芝麻 把它爆到金黄色 对对 而且 有没有 有一个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对芝麻的香味出来了 它的芝麻先爆香 把它成金黄色的 那味道很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切好的香菇 就把这个太白粉 太白粉 放进来 也不用先加水 这样就可以 不可以 不要水 就是干干的就好 也会起爆 对对对 那么起爆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因为 你加了水以后 多量的粉 会粘在香菇上面 那么可能呢 炸出来以后呢 吃起来的香味 香菇感觉 就会被这个粉遮盖住 遮盖住 没错 那如果要测就测 不测的话 我们就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了 稍微它能够飘在上面 然后旁边起了很多的泡泡 对对对 从中围开始放 不要从中间面 对 比较安全一点 是 这颜色这个 你看整个油很清爽 对 而且这道菜呢 也可以做素食来吃 但是就不可以 放蒜头就好了 好 我们做素食的时候呢 这种东西 尤其是在 我们正月初 一早上 我们吃斋的时候 吃早斋的话呢 这是一道很好的菜 好 那么放下去 炸的时间 40秒钟 40秒钟 我们现在大概 已经过了十几秒了 对 你就可以算吧 算到40 你就拿起来 大概40秒左右 香菇的味道也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那颜色呢 炸的时候 要稍微不停地均匀 搅拌一下 然后它受热 受热 整个颜色 各方面都能够比较均匀 对 我们一般叫跑色 叫跑色 对 一般我们专业就是跑色 跑均匀一点 就是这个道理 那如果您炸得太老的话 它很容易就苦苦的味道 会跑出来 那像这样子 我们捞出来 镜头的观众看一下 有一点蓬蓬的 有没有 有一点蓬蓬的 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就可以了 是 那么这个在勺上面 这样敲一敲 抖一抖 有哒哒哒的感觉了 就表示里面已经疏透了 好 而且这个油温正好可以 蛮那么传练 那么现在捞的时候 如果动作慢的话 一定要注意把火先关掉 火先关掉 这样才不会伤到自己的手 对 而且你动作慢的话 可能捞个两三遍 才捞得干净 捞好了 捞好了 第一个香锅 是刚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香锅 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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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好 你看香味跑上来了 有没有闻到香菇的味道 有 所以这家 这道菜是客家小炒 对对对 蛮别致的 对 你看这个香菇跑色 真的跑得很均匀的样子 每个香菇的里面都跑成这样子 非常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准备一点点水 这里头我们大概一杯水 半杯糖的一个量 那我们这边的香菇 大概300公克左右 对 好 那现在把这个水烧滚 好 酱油 还有糖 但是现在酱油不可以急着放 糖先放 糖我们现在放的重点 有一点类似好像在拔湿 好 把火不要收得太猛 那么轻轻这样把它煮开 煮到什么程度呢 这样非常快 一般的话 如果我们用温度计量的时候 它的温度大概在140度 140度 这个有糖的话 它比较有胶质 如果你没有糖 光是水只有100度 这一点要特别提醒一下 现在注意看了 我们用肉眼看它的泡泡 现在很密 对 待会儿它会很松 现在的泡泡很小 等一下泡泡它会很大 大 它会泡泡会很大 所以看要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对 那这个时间很快 一点都不难 我们怎么做了 我们可以辨别 这样再看看它有没有拔湿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看就好了 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像吃一些这个 拔湿苹果啦 拔湿香蕉一样 对 然后一下子的湿这样子攀出来 对 所以等它泡沫越来越大的时候 对 我记得刚刚我们在后台聊天的时候 我还听到你说你喜欢吃那种山药 对 你把它切块用粘粉去炸 炸熟了你就炒拔湿 对 外面甜甜脆脆的 可是里面很松很棒 不然今天就来两道拿手花菜 还奉送一道点心 因为那个淮山 对 淮山 这是山药薯 对 好 那你就是不停地加一只搅拌就好 这非常快 时间大概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也是必须要一直不停地搅对不对 对 对 它底下 会黏锅 会黏锅 而且它会烧锅 会黑的 那么这个颜色也是 你到一百四十几度的时候 它也是会变成琥珀黄的颜色出来 对 所以你看 这个在低的时候 它慢慢有成拉丝的状况出现 现在的泡泡跟康康不一样 对 泡沫会越来越大 泡沫越来越大 没有这么多了 这个一定要熬干一点 一定要熬干 你不能够偷懒 你不能够说 我很急赶快拌一拌 不可以 是 如果真的很急的话 那就不如直接一下蜂蜜好了 对 你很急的话 就蜂蜜淋一淋就好了 但是这样子的这个菜肴出来 不会好吃 是 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把火关掉 它现在这个糖椒了 刚刚一杯水半杯糖 变成糖椒了 对 好 那这个时候来 我们把香菇先下来 先倒 刚才已经炸好香菇 对 那么就这样子 泡沫拌匀 这个盘子就 拌匀 拿个筷子来 拉拉看 看看里面有没有湿出来 拉有糖椒的 有一个湿 有没有 你看 这边已经看了一个湿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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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蛮大的 这边蛮大的 我们镜头可以带到锅子里面 来 这边已经开了一根丝了 对啊 就这样子就可以 那么把它炒匀 炒匀之后 把九层塔 蒜末 这个时候加进来 那么一点点的酱油 因为我们刚刚的糖度 它很腻的 一点点的酱油 咸度一点点淡淡的就好 那么一点点的白醋 这个白醋也是醋莓的效果 吃起来不会腻 但是有一点香味出来 白醋受热以后 最能够鸡花糖的一个甜味 那其他呢 不能够放麻油 但是我们刚刚炒的这个白芝麻 这个时候来放一点点 好 好 可以了 现在把火关掉 来 好 来我们就用这个筷子 我慢慢的上 那么整个的一个感觉呢 很棒 很漂亮 来 像师傅这道菜 您是在拿学的 这道菜啊 这道菜 在拿学 恐怕在他们自己家的书房里头 学出来的 您现在有闻到很香的香味 有 那九层塔跟那个蒜的香味 整个样的散出来 而且还有芝麻 对 而且我们有放醋 可是吃起来却没有醋的酸味 你会感觉这个味道呢 很容易入口 而且对皮味呢 很容易开 造成一种开皮的感觉 口感又会很好 材料又很简单 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来 香根芝麻菇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九层塔以及蒜头切成末 白芝麻放到锅中炒香之后备用 接着我们将香菇切成条状 沾上了开白粉 放入油锅里面 大约炸一分钟之后捞出备用 接下来我们将水以及粗糖 放到锅子里面熬到丝状 然后再放入香菇 蒜师傅这道菜它一定属于这个甜点呢 因为它拔丝啦 是 对不对 上海的料理拔丝 还是属于主菜呢 还是属于前菜 它是属于前菜 属于正菜 上来之前 大菜还没上的时候 先浅尝一下 浅尝一下 而且刚刚在师傅做之前 我们问了一下师傅说 像这道菜是在哪学的 他说他自己发明 所以像你怎么会有这样灵感 这样配出这样的菜 通常呢 我们做菜的领域大概就是 煎炒煮炸 这里头去打转 可是你只能要寻求一个 合理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大家像刚刚加大跟您也提到 它那个法式是属于点心的部分 可是你把点心以做前菜的手法 来表达的时候 再加上我们一丁点的地方特色上去 它的感觉非常的棒 而且刚刚师傅说 像客家人非常喜欢九层塔 对 怎样做到加个九层塔 你看这个香菇炸完以后 香酥脆甜 配上芝麻 其实一道好的甜菜 它应该发挥了这个 能够引诱整个食欲的感觉 能够让客人吃了以后 不会觉得有保障的感觉 对后面的煮菜 还有帮助的作用 所以吃完了这个 这道甜菜之后 会发觉上面的蒜末 九层塔末以及芝麻 放在嘴巴里面 就是越嚼越香 而且越咬的时候 你还会吃到香菇原本的香味 师傅说其实做完不要糟蹋原味 一点点的醋 对 醋那种感觉整个让你 开胃 嘴巴里面的唾液 连讲话都没办法讲了 开始分泌 再讲完去摄影师要翻脸了 对 待会儿我们又把它吃光 整个食欲都开了 然后吃后面的菜就更好了 对不对 那像这个花蟹的部分 花蟹的话 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 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花蟹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 这个蛋入口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硬 它们要有柔滑 可是它当中一定要夹杂一点点的 那个螃蟹的甜味在里面 所以吃起来的话 才会有一种 先吃蛋 对 它才会产生一种 这种清和的一种美味出来 不是 特别是师傅说 做得很好这道菜 不会暖暖 对 蟹肉不会糊掉 肉要扎实 然后还很甜 对 现在是季节的时候 花蟹 这个蟹 你看到没有 上面虽然有沾上这样子的蛋汁 对 但是它绝对 它的蟹肉不会是暖暖的 尝尝看 非常的挺 非常的饱 这个肉非常的饱 而且这个肉很甜 对 蟹肉非常甜 现在螃蟹是最美 好的季节了 最美的季节 最甜美 尤其是价钱非常的便宜 为美价廉 现在吃一点点前菜 开了胃 吃一个华蛋炒蟹糊 喝一点点的绍兴酒 不止黄酒 家饭绍兴酒 家饭绍兴酒 闻得热热的 在里面姜丝 对 你就可以跟你的太太 或家人说 人生不够如此 人生不够如此 我真的非常幸福 我们今天每次 就请到郑师傅来 就学到很多 因为不管是 选材料部分 或烹饪过程 其实都学到蛮多 非常谢谢郑师傅 有机会一定要多教 我们更多的好吃的菜 也希望这个官 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再回到十圈十美 马上回来 食狗仔队 现在天气渐渐地转凉了 很多人开始想要吃火锅了 可是现在火锅 千奇百怪 各种的火锅琳琅满目 究竟吃哪一种火锅才合适呢 现在人因为比较想要吃的健康 所以很多人选择吃刷刷锅 算算锅 一个人一个锅 自己想吃什么加什么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样子的锅 好像吃不出一些彼此的感情来 另外如果我们选择 是吃大家在一块吃的那种火锅 好像你算的肉就被我吃掉了 我算的肉也被他吃掉了 不晓得谁的肉被谁吃掉了 好像也有点点奇怪 吃麻辣火锅 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够吃的习惯 今天我们要介绍大家的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韩国泡菜火锅 大家在电视上一定看过吴念真曾经拍过一个泡菜罐头的广告 有没有 他跟大家讲 如果你讲是泡菜火锅的话 只要把泡菜的罐头加到锅底去 一罐不够 加两罐 但是那样吃起来感觉究竟好不好吃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 好像味道淡了点 可是今天我们来介绍了这家 可是真正的韩国泡菜火锅 它就是我们的韩州豆腐锅专卖店 他敢说它叫豆腐锅专卖店 一定就要有三两三的本事哦 究竟他卖的东西如何呢 走 我们进去里面吃吃看 这两个东西我们都有一定的量 而且你看我那个锅 我们一定 比如说我们水要放到什么地方 我们都有一定的别意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先爆香 爆香之后呢 吃货 水先放多少 再放什么 再放什么 会有一定的程序 这是我的技术 这我不便报告 虽然是一个同样的锅烧 锅烧锅 但是呢跟外面一般的刷刷锅 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它还是在这个锅子里面 先进行爆香的过程 然后呢 再把它们调配的汤头跟菜料加进去 对 所以让客人吃虽然是有自己料理的那种感觉 但是能够吃到师傅的手艺 没错 师傅就是韩国人哦 师傅我们是台湾这边的 真的 台湾这边 不是 我们那个总店的 那些指导我们的都是韩国人 对啊 对 讲韩国话好像听不懂的 骂我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摊上韩米达好了 你看 你看 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 算是国内主播的第一把手 阿明师傅 你好 你好 来 为我们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主播的这些步骤好不好 好 OK 听说你在国内 你说第二不敢 没有人敢讲 他是第一对不对 没有 就是所谓的就是说 不是说韩国料理也没有这种东西 韩国料理也没有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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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有 好 那你做餐饮做多久 我入行已经有 入行七年多了 七年多了 对 你这么俊俏的外形 为什么会想到来做餐饮呢 因为我本身是学的是餐饮管理的 所以是把理论跟实际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听说这些锅的实际的封条 是你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对不对 对对对 OK 那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们把它研发成这个样子的 因为它本身 它的本身的话 它叫做豆腐锅 豆腐锅这个名字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下去煸的 煸出来的 煸出来的 然后它这个本来在韩国料理里面 是属于叫乌冬锅 乌冬锅 对 那你们把它这个改变过来 比较适合国人的口味 对不对 做了哪些的调整 做了哪些的调整 就是说 因为它里面就是说 因为我是 因为我们改良的时候 是觉得说 台湾的话就是说 它一方面就是说 它的小火锅很多 然后我们是加了冬粉 以及海鲜之类的豆腐这样子 对 因为台湾的比较容易去接受 听说这个在这个韩国烤肉 渐渐没落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想 起了这样子的念头 来做这样子的东西 对 对 好啦 那你自己个人 改良这样子的锅之后 你觉得未来的后世 怎么样 未来的后世 因为我觉得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话 一般的小火锅 它也没有说它这个是 小火锅它也没有说 它所谓的独特的味道 因为我们这个是 由我们自己的独特的味道 就是说我们的辣椒粉 我们辣椒粉是 就是从韩国进口的 韩国特资进口的 对 韩菜啦 虾仁啦 花枝啦 都有 还是配料 后来我们就放在那个平底的那个 对 然后铺平 然后来煎 这个本身没什么太大的味道 本身没有 一煎就有味道 真的吗 对 下锅就出来了 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了 对 它不出来 因为那个 谢谢一个 没问题 所以它不是跟披萨一样 不是把这个料放在饼上 就是跟我们直接一 煎炭饼一样 煎炭饼一样 对不对 就直接把这个料 摊在那边 就直接摊出来了 对不对 来 说摊就摊 来 添一个吧 谢谢 把原来的料 加一点点水 对不对 比较稀 比较稀掉了 比较好摊 对 好 当锅子烧热了之后 倒下一点点油 好 材料放下去了 不能太厚 要把它弄得比较均匀一点 对不对 厚了就不酥 等一下煎出来不酥 所以在韩国也有这个饼 对 那肉的话 肉我们有多少 里面的料我们多少 再加 对 像酥奶的部分 我们有再加一点点 对 哦 轻轻的 短短的时间 这样摇晃 就已经开始摇晃了 嗯 跟 表示说那一面 开始已经摇住了 里面那面焦了才能翻 是 也不能太大的火候 所以 大姐 您待会是要这样子 好 应该会 硬了 硬了 很硬了才能 好 来 大姐说她一次 只失败过一次两次 开玩笑 她功力 功力至少比国父好很多嘛 国父都失败了七次 果然一次成功 登登 放过去压 压一下 把那一面 对 充分的让它受热 好了 好了 告诉你东西吃热的是最好吃的 好烫 切起来脆脆酥酥的 切起来脆脆酥酥的对不对 好烫 好吃喔 不错 不错 脆脆 还有海鲜味道 很香香的 有一般葱油饼的感觉 可是呢 比葱油饼更多的料在里面 好 你看 我们到外面去 慢慢尝尝看 来来来来 东西已经点好了 馬上就要下来品尝品尝了 好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韩式泡菜锅 泡菜锅 是 你看 我先尝尝看 韩式泡菜锅 不知道哪个汤匙好不好 泡菜锅 顾名思义 当然泡菜是里面的主头戏 对不对 重头戏 先吃吃看 泡菜 看味道怎么样 跟一般的有不同吗 是不是 当然不同 是 真的 如果你听了吴念真的话 去做了那党的事 你吃到的泡菜 绝对不像它的泡菜味道这么的好 吃完了这个泡菜锅的泡菜 我再吃看他们的泡菜 有韩国的味道 有韩国的味道 有三有辣 有韩国的味道 你看 这个里面的泡菜 基本上 整个吃下去的口感啊 那种优秀的程度 绝对不出的这个泡菜 我真的不骗 你喜欢吃韩国泡菜的话 你来这边吃这个韩国泡菜锅 就对了 真的感觉很好 这个呢 是他们的烤肉饭 是 烤肉饭 韩式烤肉呢 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料理 对不对 对 我们来吃看看韩式烤肉 对 我们来吃看看韩式烤肉 你一定有个困扰 就是呢 跟锅子上面的烤肉啊 烤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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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在嘴上 就顾不了锅上 忙在锅上 碗里头的肉又凉了 很容易那个肉啊 要不然烤得太老 要不然呢 就是 呃 不好吃了 焦掉了 但是呢 经过他们专业的厨师 烤出来的肉 每一个肉 都是那么样子 嫩嫩的 绝对让你能够吃到韩式烤肉的优点 但是呢 不会吃到那个韩式烤肉的缺点 我刚刚看旁边这几个小姐讲说 她们也想说 海鲜饼 海鲜饼 他们想吃吃看 好 来 来来来 这是他们的海鲜饼 我请你们每个人吃一块 你们试试看 然后告诉你们吃的感觉好不好 好几次都想吃这一块 真的吗 因为他们常来 我们也有点过 我们刚才点的 之前我们就点了 在韩国呢 他们吃的是野菜饼 只是拿那个面糊里面 加了很多的 比如说红萝卜 白萝卜 跟蔬菜 野菜饼 对不对 可是呢 他们你们家的海鲜 有鱿鱼啦 有虾仁啦 有一些什么什么 其他的海鲜的料加进去 比较适合台湾的口味 怎么样 味道很好 没有收音 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 你觉得呢 很好吃 不像一般油饼 还要沾点佐料 他这样吃就很好吃了 其实它的咸蛋 调的蛮适中的 对不对 炸起来酥酥脆脆的 而且像你们五味 叫你们一份饼 或者是两个饼 其实搭配一个锅来吃 蛮好的 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决定的 你们今天真的是这样子决定的吗 我们已经点了 长个 对 厉害 厉害 厉害厉害 慢慢享用一下 好不好 慢慢享用一下 好了 赶快看看别人怎么样享用 所以我今天要好好做它来 享受一下 这一个特殊的泡菜海鲜锅了 嗯 真的好吃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十全十美的节目里面 接下来这个单元 是大家最期待最想要参与的甜嘴滑舌 而且每次到这个单元呢 我们可以去到很多喜欢吃的点心 嗯 你可能不是只是到面包店或蛋糕店去看一看 对 那我们知道一般女生呢提到水果 就哇好棒 因为水果吃了比较不会胖 但是今天呢我们请到Nancy 她叫我们这个迷你水果塔 相信大家也非常感兴趣 对 尤其是每次吃到点心 看到这道点心就觉得 嗯 不吃可惜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请阿姨 帮我们试试看材料部分有哪些 好 首先我们来看迷你水果塔 这一道点心所需要的材料究竟有哪些 在塔的外皮部分 我们需要的是奶油100公克 白油大约是30公克 另外我们需要糖粉100公克 还有一个鸡蛋 另外低筋的面粉 我们需要200公克 而至于水果塔的内馅的部分呢 我们则需要很多的新鲜水果 还有二分之一杯的橘子水 吉利丁粉一匙 以及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 cream奶油 克林姆奶油 这样子就可以制作出来 好吃的迷你水果塔了 好 所以我们把那个奶油的部分 全部先挖进来 打到creamy一样 这边有200克的无盐奶油 对 还有 大概有30克的白油 记得白油会让它酥 对不对 很可口 然后打一下来 轻轻打一下 让它creamy 柔软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蛋 一颗蛋 充分搅拌均匀 奶油跟白油 白油之后呢 再把糖粉先倒进去 糖粉 先把糖粉倒进去 细细糖粉要小心 不能一开始就高速 对 那喷得到处都是 对 糖粉倒进来 张同学表现得不错 不是 把重点都讲出来了 对 然后打一下之后呢 让它均匀之后 把我的蛋也倒进来了 蛋也不要一口气倒完 对 蛋也慢慢地倒 对 慢慢地吃进去 分两次 对 好 它才一颗嘛 所以可以分两次 这很简单 倒进来之后呢 慢慢我要把我的粉也倒进来了 好 打成creamy之后呢 再把我这个粉倒进来 这个是什么样的 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 对 低筋面粉 200公克左右 对 200公克的低筋面粉 对 不 有一时候自己在家动手做 因为自己没有看到人家操作 这个看书的话 很容易发生错误 对 也许老师操作一遍 你有兴趣自己写下来 就有兴得了 对 一点点 拌均匀就好了 放好了之后呢 这个就像一块塔皮的 然后这块塔皮呢 我们做的时候呢 要操作之前呢 你打好之后 最好是放冰箱冰一下 冰了两个小时 这样子搅打 大概需要搅打多久 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不可以过头 记得会出筋 所以只要稍微地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把这个缸整个卸下来了 然后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拿挖出来之后呢 就变成我们塔皮了 OK 我们看到了 这样子已经搅拌了 其实是非常容易就搅拌出来的 对 搅拌完了以后 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把它一个一个 全部把它剥下来 剥下来以后呢 把它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去 对 先放到冰箱去 稍微冰一下 冰一下 稍微冷冻一点了以后 大概冰多久呢 大概冰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冰了之后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冰箱冰拿出来之后 冰完一个小时 对 那我们就切一块 你要用多少 大概取多少 像我今天刚从冰箱取出来 它的柔软度还是很软 好 所以我们取一小块出来 当我们的塔皮就好了 我们进去做 剩下的我还可以再放回冰箱 下次还可以再用 再可以做别的东西 但是不是放在冷藏布 下面就可以 对 我们放冷藏就可以 对 那我用我的手上 我们手上的习惯 然后手上的就是包筋面粉 好 然后它才不会融黏手 然后高粉再轻轻拌一下 不要太久 轻轻用压的状态 对 然后呢我再搓长 不能够跟做馒头一样 可以 这样一样会出筋 对 而且看你准备做多少 对 然后我这个大概切一大块出来 我先切大块出来比较好操作 刚开始都不熟悉 可以切大一点 然后我给它压平 我轻轻地擀开 不要擀真的太薄 因为我还要再压锅它 在所有的过程当中 都必须要稍微轻轻揉柔的 好 然后你看我的手 都有一样 对 你看我的手这样 其实拿起来 我把这个塔杯要倒扣 很多像我的学院 他们弄错这样 这样翻过来不对的 是应该这个就这个 这样 那是比较轻松 然后再翻过来 然后再轻轻地压回去 我很快就把一个塔皮 塔杯就这塔皮 拿出来 那把多余的 用这个轻轻地剥掉 它会用手 它很软 掰掉 掰掉它就可以 这就是一个塔皮的 我们可以做很多 你要的各种口味塔皮 而且薄薄的 对 很好吃 而且有的人的话 你怕膨胀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面 我擦用这个擦子 擦一点小洞 让它不会这样 整个鼓起来 对 就把它底下 稍微拿擦子 扎几个洞 这样最后它不会 很容易 因为底下的整个空气 空洞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的塔皮 然后把它搓一个洞 一样 所以烤出来 还是要用180去烤 大概20分钟 15分钟就熟了 上火180 上火180 下火也是170 170 好 20分钟左右 上火180 下火170 放到烤箱里面 大概烤20分钟 就可以出来了 这是塔皮的部分 这是塔皮的部分 对 OK 好 我们塔皮的部分做完了 以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做 稍微内线的部分 内线先去烤好了 对 你先去烤 来 那我们在烤的同时 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个火打开 我这里面要做点那个 镜面火焦的亮液 好 然后我把这个 我们的水蜜桃汁倒进来 然后我把这个瓦斯打开 好 用小火就可以吗 用小火就可以 水蜜桃汁 等于买一般 罐头果汁就可以 对 吉利梯倒进来 一点点混合 它等到就成焦段 对 因为一开始 我们一定要用小火就可以了 对 一茶匙 对 它等到它成焦段 会浓稠 冷得会变成浓稠状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马上离火 让它凉 对 我们整个要离火 让它凉 对 离那会 好 这样就好了 对 这样就好了 一下子就好了 对 好 然后这个放到它 然后在这个同时 我们先把水果排上来 如果要排水果之前 记得我们上几周 那我们有交货 做了克里姆 克里姆里面的夹心 对 很好吃 然后我们帮你 把塔杯拿过来 OK 好 好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 烤之后呢 这个塔杯也烤好了 对 烤了20分钟之后 烤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我为什么 会有巧克力的颜色 一般呢 你们在外面吃很多 可能这道手续省略 但在国外这道手续 你不能省 因为塔为什么要加巧克力 因为它有水 水果有水分 你如果用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是硬质巧克力 去微波炉溶解一下之后 我倒一点点进来 然后用手轻轻抹开 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它隔水的话 吃起来脆脆的 所以不然水果一上去 对 都软了 塔就软掉了 都软了 这是重点 对 所以一定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水果本身有很多水分 所以你如果不能够 把这个塔皮 保护得很好的话 很容易 OK 它就会 精油水果的水分 让这个塔皮 变得软软的 塌塌的 不好吃了 保持不久 所以刚烤好这个 等于是这个塔的地方 要加上巧克力 对 加上巧克力酱 你看这个加好的 我随时可以 大概挖一个茶匙 一大批的克里姆 挖上来之后 然后把你要的水果 再摆上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对 对 对 然后再把刚才 我们的精面果胶量 等它量了之后 你可以轻轻地 为什么说 因为它可以保持 色泽光鲜 而且可以让你的水果 保存稍微持久一点 一直都是量的 你看 用擦 有擦水果 跟没有擦那个量 一擦满 感觉又不同 是 是 是 这两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明显的差别 颜色的变化 迷你水果塔的 制作大缸 首先我们将奶油 还有白油搅打均匀 然后逐渐地 加入糖粉和鸡蛋 现在我们再拌入 低筋的面粉之后 搅打完 完毕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 冰箱里面冷却 接下来我们做 内馅的部分 我们在橘子水 还有吉利丁 一起放到锅子里面 把它煮到溶 最后我们在 烤好的卡壳里面 抹上了巧克力酱 还有挤上了 克里姆的奶油 最后排上了 很多装饰的水果 再淋上果胶 就完成了 迷你水果塔了 我们配咖啡 或者是奶茶 你都可以 其实奶茶也不错 如果吃上这个点心的话 看起来就很舒服了 迫不及待 谢谢 谢谢 来 来 当然要品尝一下 我从这个 奇异果开始入口 口感很好吃 对 每次吃到这个 但我们两个都像傻瓜一样 而且吃脆脆的巧克力 酥酥脆脆的 你因为葛家里面这个 奶油 对 对不对 对 很香 不是 它这个烤得很脆 你就舍不得咬 然后又怕它会 它会不会脸 跟还好 没关系嘛 反正都自己吃 对 主要是它里面加 那个巧克力酱 所以感觉口感很好 真的很好吃 好吃 奶油在这边 其实这个东西搭配奶油比较好吃 对 这个单元呢 我们都只有两个字就是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不 我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Nancy阿姨给我们介绍这个 迷你水果塔 你可以看当时的季节 对 看有什么样的水果 自己放上去 自己配置 所以吃起来 可能再喝点下午茶的话 口感非常非常好看 今天非常谢谢Nancy阿姨 谢谢你阿姨 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 十全十美 也希望你那个 下次吃的时候 要想到我们了 这个真的很好吃 谢谢 微笑的嘴巴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谢谢您的影片